Yo大家好,我是酸 今天的熱門弟們是拉曼提斯 他會摧毀雙方的牌族 所以其實會幫死亡女神降費 所以我們就玩了一副死亡浪潮再配上死侍的牌族 OK,拉曼提斯降臨 我們有拿到死亡女神,非常的好 我有一個摧毀喔 他Snap我們就跟著Snap 所以我們基本上要用這個摧毀來摧毀這張跟這張 我們這個戰力會是死亡女神戰力 所以我們有24點戰力 其實蠻多的 複製中心 計畫變更 飛馬計畫 我們會瘋狂用複製中心 這開會666啦 不過沒有很 沒有差很多嗎 該怎麼說 狗狗,所以我們中間不能 在腐子中心了 我還是有先手,所以要先把這件事情做出來 我應該要把一個死亡女神打在腐子中心 我下輪可以做這件事 這樣我會再拿一個死亡女神回來 然後 我們下輪就死亡女神浪跟死屍 所以我們中午贏了 我們會輸給 手腦嗎?不會 他要怎麼贏啊 蛤? 蛤?衝浪Buy 不夠了啦 呵呵呵 究竟在幹啥呢?兄弟 他為什麼不多拿一個衝浪Buy啊 他這裡為什麼不打衝浪Buy 他這裡打衝浪Buy 然後等一下再打衝 最後打衝浪Buy跟美國隊長 喔,可是他這個衝浪Buy不會出發 因為克斯莫 GG 完全大獲全勝 衝浪Buy 其實跟拉曼提斯沒有很搭啦 我個人認為 因為拉曼提斯讓你有機會拿不到衝浪Buy 然後 這副也沒有辦法吃到這死亡女神的好處 第一個第一點是新羅馬 我們星星跟死士會先 想先打星星 因為先打的話 他們如果同時掛掉的話 這個死士會先觸發 我們手上沒有摧毀其實蠻糟糕的 拉特蘭提斯 呃,這裡面的那個 我的濃毒不見了 這裡面的這個 寒酷 酷寒戰士其實是一個白板卡 可以打這兩個 也可以就打這個 或是我可以打這兩個 好像是這樣 打在這然後下輪再打這個 而且我可以用這個來處理他的 惡魔如果要的話 感覺是我要發難了吧 憨憨發難 這樣射不到他的東西 才會有點可惜 4點戰力 OK,2點戰力 OK,1點戰力 所以我們應該打 24點戰力出來 再 左右各一張 看還要是手腦 GG啊 大勝利 你會手腦打領我嗎 哈哈哈哈哈哈 XD 所以其實有蠻多方法可以防手腦 這手腦還蠻酷的 那這張 模仿大師 其中一個方法 有他複製上一個打的卡 然後還不是複製這張 複製這張 所以 對 개 史塔克大樓 我們帶反浩克主要是想要 想要合在史詩身上 我好像應該就直接做吧 1 3 4 打這兩張 直接合上去 他在這個一般現在都是寶石牌族 蛤? 不是嗎? 呵呵呵 這可愛索爾誒 好寒喔 我們這邊沒有先手其實有點討厭 減一費喔 減一費有點好 這樣我們可以打 1加1加1 是一張牌 What the fuck 呵呵呵 怎麼會帶黑屁雷啊 What the hell 10點戰力 OK 我們把自己射爛 很樂意 還會把他的這個飛機射爛 然後這會變四費 雙方手中各抽取一張牌放在這個區域 所以這張有可能完全沒用 我們這張幾乎會被抽出來齁 會抽出這張或是這張 蛤 蛤 OK 我抽牌是吧 死亡女神 呵呵呵 人人都有死亡女神 我老天哪 OK所以我們要把這邊打開 我可以用這張來防手腦 其實我只在想我要不要防手腦 比如說我如果先打在這邊的話 他這個就會吃 他如果手腦打在五個地方的話 就會直接被吃掉 還是有點不大想防手腦 不防手腦感覺是一件蠻錯的詞 因為其實我們這戰力有點太多 所以如果要防手腦的打法是什麼 要堵他手腦在這裡或這裡 這樣嗎 呵呵呵 蛤 移過去了 這樣是剛好不夠 嗎 沒有我們還是贏了 我們中路跟 右路贏了 因為我們20代 喔沒有這個在這喔 那我們是左路跟中路贏了 OK 他沒有手腦啦 有手腦蠻多人會直接Snap GG 他月亮女孩沒有做很多事 因為他死熟女神直接被拉出來 他如果複製到月亮那個死熟女神的話 其實會出事 他這副也沒有任何摧毀 雖然我真的完全靠 拉曼提示在玩死熟女神 感謝大家今天收看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還有留言 看我們能不能突破100個讚 然後也告訴我 你想看到什麼類型牌族 我明天或後天大概會出銀色衝浪手的東西 就等熱門地點退掉之後 那這副其實 我之前實況的時候有用過 你也不一定要帶金鋼狼 你可以帶一些其他東西 其實像是 三費的另外一張摧毀的 那個三四也還蠻不錯的 因為其實 這些東西其實跟吞星有點喜歡的東西 都挺像的 不過就一樣我們是沒有吞星的 其實我不知道帶吞星竟然是長什麼樣子 就摧毀系列其實蠻喜歡吞星跟死亡女神 然後還有我們的毀滅者那類的東西 所以你如果有其他三持牌 或五持牌也可以 考慮混一些其他的東西 不過我選這副的原因是因為 這副有不錯的摧毀手段 所以就算你沒有遇到拉曼提示 你的死亡女神應該還會降到 不錯的費用 然後你 就你沒有拉曼提示的話 你還有這個死侍跟 這個死亡女神可以玩 所以就不會沒有遇到拉曼提示 就直接炸裂 你可以看到最後一個對手其實帶了 索爾啊那些東西 索爾跟這個馬克希穆斯 其實都是非常針對 拉曼提示這個地點的卡 可能沒有遇到那個地點 那個牌組就會有點渣渣的 好啦 再次感謝大家今天收看 我們之後再見 掰掰 嗯哼 對 嗯哼